美国要封锁了台湾海峡 把美国希望鸽海 化海而至 这边是一边一活 但是蒋介石不同意 中国大陆毛泽东也不同意 所以说我们是一家人 虽然兄弟肖强是这么一个关系 兄弟反目就是魏蜀吾的关系 魏蜀吾现在世界上也是呈现三国鼎立的关系 哪三国呢?俄罗斯、中国、美国 在军事上来讲 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中国第三 美国呢 原来是把俄罗斯当成一个主要敌人 现在是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敌人 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必须要联合起来 才能对付美国 才能够保持战略平衡 你说印太再平衡 印太再平衡就是因为俄罗斯和美国的再平衡 俄罗斯和中国的形势上这种接近 你这种印太战略把俄罗斯和中国压在一起 为什么呢?就像曹操把刘备和孙权压在一起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会走到一起来 为什么呢?因为你俄罗斯和美国联合在一起 对付中国 俄罗斯没有这个力量 也不可能去和美国搞清楚 因为他很多利益是冲突的 能源也好 还有农产品也好 他都需要找个市场 他需要中国这个市场 所以在这个市场问题上 不可能俄罗斯和美国能够合起来对付中国 因为市场决定了你的资本 因为我们是 俄罗斯也是一个经济的一个 经济政治学 美国也是谈的经济政治学 是经济为基础 政治为主导 你国家的联盟来讲 你都是要以经济为基础 意识形态是第三位的 政治 属于政治来说 人家属于上风见有 行而上学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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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在口中上 不可能来 你说什么 东风压倒西风 你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你就是台湾人 你拿出东西来 你得拿出美国承认你 对吧 你不能够承认的话 你这个问题就不存在的问题 我们谈 现在把这个 这个 表面上的东西 就是这么来谈 我们谈深处 你美国 是采取现在 特朗普 我们今天 重要的是给特朗普 来出谋化车 特朗普可以采取 三种方案 一种是托中 反中 抗中 就叫回到冷战思维 就是蔡英文的思维模式 你采取蔡英文的思维模式 就是采取 抗中 托中 反中 蔡英文的分裂的国家 就是美中分裂 分道洋标这个模式 这是一种模式了 第二种模式 叫做清东卖台 清东卖台 清东卖台这个模式 就是 我这个 这个 我要跟中国解决联盟 就是可能 就需要 把台湾呢 就把台湾的利益呢 就放下 就成全中国 这个国家的统一 你成全中国 中国也就成全了美国 美国的利益 就是最大化 最大化是什么最大化呢 就是把这个美中的结合 联盟 变美中为敌 为美中协盟 或者叫做 过去 拿那个 习近平的话 说呢 我们有一千个理由 合作 而没有一条理由 对抗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 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把美国人 看成是自己的老师 所以 虽然你只有成为200装阵 但是 你在很多技术上 在国家里面上 在 值得 中国人来学习 这个 本体上 就是 在 创新的 军事这个强大 是值得 科技发展 是值得 中国来学习的 中国呢 它的长处呢 基础建设 比美国强 比美国速度高 比美国效率高 那么 如果中国的效率 把中国的经验 来帮助美国来建设 来操作到美国建设 那美国的建设 可以 有个飞摇式的发展 可以超过美国 因为美国的资源很 很丰富 美国的这个资源呢 就像 说是大海也好 它是比中国人 人均资源 占用力是非常丰富 所以 有了中国这种 基建的 蓬末的力量 和中国这个 这个 信息化 5G也好 还有网络 各个目标 加入 美国就如虎便宜 但美国他不愿意这样 搞 你要非常 你要另搞一套 你还要固步自封 那么你将来 就会被 时代所淘汰 所以 最后的结果 形势比人强 最后自然的发展 肯定 中国的发展 会淘汰美国这种 落后的技术 落后的基建模式 落后的管理模式 落后的思维模式 那么 最后 美国还是要和 中国要合作 来建设这个国家 建设这个美国的 所以呢 这个是个必然 你要违反这个必然 你要和 硬要走 抗中 脱中 反中 分中 分中 就叫 两败俱伤 我们叫 合则两立 分则 必伤 你走出分裂路线 所以呢 你跟中国联合 这个就使得你 中国解决的 解决的台湾问题 中国也愿意和美国合作 就是 你认为 现在的问题 就变成了 一个问题 就转换回来 谁当主角 我们把这个主角分化了 我们过去呢 把这个主角呢 看成是 原来的 看来 罗斯福呢 他把这个主角 就把这个主角 原来是美国做主导的 但是 他在联合国呢 他把呢 成立了五个联合 五个成立理事国 就把英国拉进来 俄罗斯拉进来 中国拉进来 还有法国拉进来 这个五个国家 做一个主角 这就叫多元化 多极化 现在未来世界 已经不仅仅 这五个成立了 而是欧盟 这是一个集团 英国现在也是一个集团 那么现在 中国这是一大块 俄罗斯也是一大块 然后还有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第三世界 非洲 亚非拉 其他的 集团体 那么就是要多极化 世界发展 就是一个多极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所以既然是这个趋势的话 你美国就必须找一个 和真正的合作 能够长期合作的合作伙伴 你重备那个 而我促骗不了 你说他大家做朋友 你可以欺骗我一次 你可以搞一次贸易战 你美国合作和日本合作 你可以搞一次广场协议 你跟俄罗斯可以搞一次冷战 你再多了 你长期搞下去 不可能的 所以长期 要为那个长远的目的 就是以城相战 立心求真 就讲真话 办实事 因为你说假话 就像林肯说 你可以欺骗一时 你不可以欺骗永远 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 你也可以一时欺骗很多人 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奥巴马也是这样 美国也是这样 所以就长远的例上来讲 美国和中国一定要将心比心 要把自己人民都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 兄弟姊妹 兄弟姊妹 美国也不应该去破坏自己的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你现在这个群退 那个群退 自己签订了这个合约 自己签订了 那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不应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是朝鲜 伊朗 巴基斯坦 还有这些 发展中国家 这形成了一种 无形中形成了一种 是 就是什么叫 这个是 天下大势 天下大势 叫分分合合 这种分合重新组合 分化再重新组合 一场新冠病毒使世界上重新起来 现在印度想要参加反中和联美 亚太再平衡 但是它不够利益 中国它是尽量的去团结 欧盟 德国 法国 还有非洲的国家 还有这些 一系列 包括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东盟 东盟 这样一个形成的 有的合作紧密 有的不合作紧密 大家看到这个书呢 大家 路遥知马利亚 日久见人心 你美国这种 在这种玩战略 战略的基础上 我们是中国呢 是渐进式的 和世界 融为世界共和的大家体 走向共和 走向统一 第一步先 中国为什么先 第一步先把东沙拿下来 渐进式 你搞渐进式财图 我搞渐进式统一 看哪个来得快 哪个有力量 所以 美国看到中国 这个是必然趋势 渐进式统一 是必然趋势 尽量的去不伤人 尽量 三百万人 大规模 水流成河 那么 我就跟你美国 去谈生意 你既然 认为美国 台湾的民主 是值得学习的 台湾那些黑暴 那些黑暴徒 你喜欢 你喜欢就给 中国就不要了 就让他到美国去 到美国来 看看美国的警察 怎么对付他们 这就是中国的期望 中国的需要的城市 中国不需要这些人 黑暴 还有台独分子 还有反送中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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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不需要 你美国愿意要 你愿意要 你就让他到美国去闹 中国就是这么一个 分化瓦解 把这个 把这些人呢 从台湾人当中分出来 从香港人当中分出来 这就要分化瓦解 你要 你要 你喜欢这些人 就让他到美国去 你不喜欢要 那中国 你要叫中国处理 中国就会给他们 拿到送到 什么 教育营啊 什么改造的基地 这是中国吧 这个 我刚才说了 美国有三种选择 一种是 仇东反东 另一种是 清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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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台 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 你卖 你能够 你现在卖 能卖出好价钱 你过了这个时间 你中国大陆去 统一了台湾 你就没有 他就卖不出钱了 你现在卖 台湾还能卖出好价钱 美国还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 美国是台湾利益的最大的收益者 你过了 等到大陆去硬把这个台湾捅下来 台湾就不值钱了 台湾那些难民就不值钱了 所以呢 这是第二条路 第三条路呢 第三条路呢 就是拖 这个第三条路我们不说呢 你就是拖 你把台湾 你承认 你承认台湾是 是一个 是个主残独立的国家 你看这大陆打不打 就是打战 这个第三条路 第三条路 就是承认台湾是个主残独立的国家 你让台湾和中国人打 是消耗台湾 是让 让中国大陆和台湾打一架 你看 你看 是世界 你就退群嘛 你现在原来是大陆 不承认台湾是个主残独立的国家 你现在承认台湾是个主残独立的国家 那你就退了这个 这个美中和 这个三个联奥公报 这就是你 第三条路 这条路呢 可不可行呢 不可行的 你最后 那些 这些澳大利 你搞这个 你成立这个 防疫当中 你让台湾来参加那个 世贸独立 结果 有没有国家支持你啊 没有啊 有没有国家支持你 成立这个 台湾是个主残独立的国家 没有啊 所以说 你这种国家 现在 现在就没有啊 所以这第三条路呢 也是行不通的 所以呢 那么 现在就是 我们这个 跟中国的 美中关系 这个路线就搞清楚了 就是 有三条路 第一条路 反中 托中 抗中 托中 就是蔡英文的路线 第二条路线呢 清中卖台 第三条路面 承认台湾 跟台湾 啊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战争的预榜象征于翁得利 这是美国的态度 这三条路 这三条路当中最好的路就是青东卖谈 第二就是如何成就美国的利益 成就美国的利益 美国如何在台湾这个笔尖上赚起最大的利益 在一头牛上扒断两张皮 怎么发这两张皮 第一个 我要你台湾的有钱人都到美国来 那叫台湾的企业 因为大陆来的房子 大陆企业到美国来 你能不能让台湾的企业 因为共产党来了 共产党要接收台湾的话 这些企业他愿意在台湾生存 还是愿意在美国生存 你就开出条件来 接收美国 让他们到美国来投资 来共建美国 这是带着钱来 带着资金来 带着人来 人是最大的资源 还有金钱 还有他这个人的利益 他这个素质 因为很多台湾人 他有比较 素质呢 无论是劳动的素质也好 建设家园的素质 比墨西哥 比拉美国家 接收企业的素质 法治素质要强一些 那你就接收他们来 你就把他们移民 这个人是国家振兴的一个基础 这是要他的人 把台湾的分化 台湾分化呢 就孤立 你把台湾一一孤立 我们不是那个 复兽社会有个 顾虑的原则 我们滤镜 你经过这个滤镜 筛选出来 你美国需要的人 你把他打批 有一个要一个 几十万也好 民进党也好 2300万也好 你都可以要 2300万人到了美国 只不过是大海里面 现在呢 听着打雷了 我就想起来 刘备 听着打了 曹操说 把这个金沙雷啊 这筷子就掉到地上了 我在讲这个时候呢 这个特朗普呢 也可能惊到 你台湾这2300万人 都到了美国来 这个美国不就吃了一斤啊 要不你就去东卖台嘛 你把台湾卖给 你不管了 你不是卖给 你不管台湾 大陆就自然就把它收回来了 这这这 这个 一声惊雷啊 这 华府的一声惊雷啊 大家看到这个 华府这个天气暗暗 这是一声 这最符合美国利益了 你能来了 能够在这一头牛上 扒在这张皮 还有 中美关系又好了 这不就两张皮 台湾那张皮扒回来了 大陆对中国 美国也好 习近平跟美国 就支持你习近平 你 川普连任了 你这么解决 川普就连任了 啊 台湾问题解决了 大陆你也觉得 大陆 不要 真是 诚心诚意的 搞 搞好这个中美关系 那世界就走向 啊 就 更加走向好了 一个世界 两种 叫 one war two system 一个世界 你 不管一个主角 一个配角 啊 你美国就是主角 啊 你美国就 你 中国大陆就是配角 配合你美国这个 联合国制 这个制度 啊 所以呢 就像都市茂 和和那个陈北斯 你说哪个是主角 对吧 他投 这些 台独分子 要啊 他投降了 美国了 这个好 你投降了就投降 投成了 我们叫做投成 气暗投明 那就气暗投明 你去放弃大陆 你去投到美国去 好啊 那我们支持啊 美国呢也得了得力了啊 得到了什么 得到钱 台独的钱 台湾人现在的所有的资源 就像 日本投降的时候 把印了很大量的钞票 把台湾的所有资源 一卷而空 救击日本去了 所以呢 就爆发了二二八事件 现在美国 台湾也可以爆发一个 一个六二八事件啊 1025事件啊 台湾再次光复啊 你可以啊 七 不是七一 马上七一呢 七一马上要 香港要爆发七一 七一大暴动呢 你可以去搞 这些 所有的这些人 我们将来 该抓的就抓 有国文法的嘛 将来有一 这个 你将来你美国 只要一出 特朗普 帮着你特朗普上任之后 中国大陆 在台湾也要实行 国安法 宣示法 主权宣示法 宣示主权法 正是 美台关系的七大 就大陆问题几个 利益呢 这个利益呢 我们把这个 大量的台湾人到美国去 这叫东斗夫杀 过去呢 有个叫做百年马拉松的 路 这个路死谁手啊 路啊 逐路中原 就是逐路台湾 你台湾这些 台独分子也好的 亲美分子也好 你就 让他们到美国去 把门大开 开放一点 开大一点 不愿意在台湾的 不愿意在大陆的 就到美国去 这样子就问题就解决了嘛 你又需要他们 各取所需嘛 以其人之道还自其人之身嘛 你不是以华自华嘛 你不是以华自华嘛 我们以华以台自 以毒自毒 要independence 他到美国去independence 好 这是成就了美国的利益 然后呢 成就美国利益呢 还有更具体的十一个方面 我们来讲这个十一个方面 叫中美要建立一个联合的一个合作竞争 有对抗 有冲突 冲突中双赢的一个大国关系 我们为什么过去叫不冲突 不合作双赢关系 我们是有冲突 有对抗 有合作 这个大国竞争关系 或者就叫做默契关系 战略战略互补关系 我们就把这个叫做需求 需求呢 有六个层次 我在这里呢 拿出马斯洛的六个层次 就超越自我的需求 关键是最后那个 X理论 外理论 我刚才讲的X理论 就是把美国 把中国呢 当成这个 这个 这个 合作的伙伴 那个 那个 外理论 就把中国的当中一个对抗的理论 第三个 Z理论呢 就把中国呢 当成一个超越自我的理论 不断学习 超越 不断自我 超越 不断创新的一个理论 这个中美关系呢 就变成 第一 就是日理论 日理论呢 下面十一条 十一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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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经济上 要解决经济上如何复苏的问题 我们跟中国来 中美国的中美关系和和解了 就经济 全球经济就大复苏 然后呢 科技 5G 大合作 你不同层次嘛 你封锁了 华为的芯片也好 你解决不了 啊 你 你封锁不了 华为 它 不单是一个 不单是一个 你手机的问题 你芯片就解决手机的问题 华为还有一个 它是什么 基站 这个5G的通讯器材 这个基站 它很这个方面的优势 这个订单就改不了 它这个这个 做一个市场 它是做循环的 所以说 需要的层次不一样 你需要5G啊 那我需要是定规律 我需要是定这个 做基站 解决这个环境问题 大环境问题 你美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呢 必须要有 这华为的优势 所以在科技方面 通讯方面的合作 你趁早把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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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那个 那个 谁啊 给放 那个对自己 一点都没有用 啊 你抓着他这么一个人 你对自己的 劳命伤财 第三个合作呢 就是能源方面的 中美的合作 这个 超越 超越 能源方面的超越 能源合作方面的超越 美国这个 能源现在 资源 啊 这个 我就不谈了 现在你能源 观赏这个 我们 俄中 俄国 俄罗斯和中国 这个能源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 你是围渊去鱼啊 围 围虫去雀 对 现在 你美国这个能源 断了 中和这个 能源呢 就建立起来了 你断不了的嘛 你干涉不了的 一个大的 输油管道 我们就是搞石油缸管 石油缸呢 已经通到上海了 将来还要通到 通到这个 南韩啊 通到 通到这个 日本 这个问题 因为美国的能源 就迈不出去了 你美国 你考虑你自己的 自己的市场在哪里 第四个呢 就是农产品 美国的农产品 需要中国这个市场 中国这个 中国今年大风收 农业大风 夏季农业大风收 你这个 但是呢 中国为了支持你特朗普连任 一定会遵守承诺 购买大量的大豆 购买你大量的 支持你的农产品的那些 那些农产品的那个 专业省 让他们感觉到大陆人的成 中国大陆的诚意 那大陆对跟美国的关系 利益不厉害关系 是一个比 一个跟台湾相比 是一个比肩和大猪子的关系 对吧 那一个就是这个 所以利益的不同 完全不同 你不能够 减着芝麻 台湾就这个芝麻 丢了西瓜 台湾大陆是个西瓜呀 农产品 还有一个 第五个合作 是城市建设 城市建设 美国的现在的城市建设 包括那个 那个马路交 那个电信通信 那个 那个道路的建设 相当的 你再不去搞 这个美国的建设 这个城市建设 在很多方面 就是相当于中国的三线 四线 城市 这个我就不说 我早就提出来 我在这个 小布什的时候 2008年 2007年 就提出来一个 新美国人 新美国城市 新美国形象 这么三心的一个 一个 政策 政策 就是一个城市建设 reliving the city 从这个城市啊 活力啊 重新爆发出来 reliving the city 还有一个 这个这个 道路啊 交通的基本基础建设 这个这方面的合作 除了第六条 就是基础的 交通能源 这个基础建设的合作 第七个 这个我不谈了 高铁啊也好 干什么也好 原来的中国人呢 就搞那个大洋铁路嘛 现在呢 第七个合作 边境移民 你那些南方省啊 墨西哥省的 南方移民啊 就越去越搞 你根本出路 不在于你修这个围墙 而在于你把实体经济建设 把墨西哥的建设 这个北美三国这个建设搞起来 就没有人再来越境了 就像东南亚 你把东南亚发展起来 就没有人来偷渡这个中国了 对吧 那个中国的边境就稳定了 第八个 就是种族问题 美国啊 这个存在着大量的种族问题 这次呢 布兰里德这个事件呢 就是一个黑白的一个分界线 现在特朗普啊 现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种族问题上呢 可能会出现一种 面临着国家面临着分裂 这种 这种对立 对上这种 趋势 黑人呢 投票呢 会得投给 投给拜登 包括这个 拜登的选这个 副手呢 就选这个 赖斯啊 选了 米歇尔啊 这些 在这些种族人士 这个当中 来选 所以呢 民主党呢 它是这么一个美丽的风景线 就是在于 它这个 这个 种族的问题 成了民主党的一条美丽的风景线 你看到 我已经注意到 特朗普呢 选择了 黑白路线 黑白路线 不怕分裂 我就是要把 让它更加强化这个问题 第十个问题 就是一个教育 美国呢 你要想影响世界 你就要把美国的教育啊 十年宿命 百年宿人 大家认同你跟美国的教育模式 什么教育模式 务实求真 立心求真 务实 美国的教育呢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真理 相信真理的力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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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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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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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平坦的 就是一定要讲真话 嗯 旅游 这个 教育就包括了 旅游 文化 交流 文化交流 旅游交流 青年 青年的交流 还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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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对 这个 帅 这个 这 这个 第10个 海外资产转移 海外资产转移 你把这些 养的军队 美国不是世界 不要充当世界警察 你把那些资源 海外的长期 一个航空母舰 就相当一个城市 而这航空母舰 它是一个不能够产生效益的城市 它只是消耗品 每件一艘航空母舰 就等于一个城市在那里 要有十个城市 供给它航空母舰的资源 它是一个消耗品 所以美国用不着 那么大的精力去做世界警察 你有了中国 就分担了国际的负担 中国也好 其他的国家 盟国也好 帮助你负担 所以我的意见 收敛 根深固本与之天下 你把美国的事情 手上要搞好 你现在美国的事情 搞得一团糟 现在每况愈下 此机彼伏 此消彼长 中国也好 中国也好 你自己强大了 才能有 国外才能有力的 只要中国才自己强大 这才能够给海外派军 你自己国内现在空虚了 你叫花生卖鱼粮了 你怎么那么有力量去到国外去建立那么多居地 那么多市地 你就搞乱八堆史 什么事都要管呢 这是第十条 叫海外军事资产的转移 你现在从德国转移也好 干什么也好 你这个事情 第十一个是什么呢 财军也好 叫做财军也好 我都不谈了 第十一个就不谈了 我们就想了 今天就谈在这边 怎么样的帮助特朗普来解决这个 叫国内 使美国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keep 怎么样能够保持美国强大 keep American great 就是这边我就提出来的 三大策略 三大策略 十一项 立国立民 美国富强的方法 还有一个 成就美国 成就中国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今天 我也不知道 就讲到这里 明天 以后我把它形成文字 再接着讲 谢谢大家 我这里的 我本来有很多硬式 戏的方法 还没跟大家讲 请站开 订阅 您上次 您真的 他 墨 panel relevée Bien 温度 攪拌